清晨五點 天還沒亮 塔布新村的靜思堂 已聚集近四百人參加朝鮮 不分男女老少 虔誠一念心 職工劉希英帶著新生與三個女兒 凌晨兩點就起床準備 準時朝鮮 所以我們的社會更加密集 我們在國際上 更加密集 我們在國際上 更加密集 因為我們必須要更加密集 朝鮮過程掌養智慧 新的方向更明確而堅定 帶一新聞克拉瑞莎蒂尼 印尼報導 同時 等於在國際上